1280月票搭到破万掀起热议 但其实早在去年 一名公车驾驶一刷了五万多 司机坦诚是想赚载客奖金 最后被重罚九万 逃回了六万的补助款 但作假的不算 目前每个月将近二十八万张卡 绑定1280月票 万元常客真的不止一人 这三名月票的万元常客 主要是搭乘板南线 以及新卢线 还有淡水信义线 而平均一天大约会搭二十至三十次 而他们最大的共通点 就是并没有固定的路线 而他们搭乘的形态 就是以短程以及发散型的路网 来遍布大台北地区 超过一万元的搭乘量 实在何难想象 以距离最远的淡水到新店 来回算一趟130元 一天至少要搭三趟 花费六小时 一个月才有可能破万 交通局也统计 使用月票平均每人花费为1600元 超过3000元 大约有4000张卡片 占不到百分之二 而最高一个月 这有七名万元常客 有一千块吗 可能有都是多天 我看有超过两千块 实际问民众搭乘金额 多半在2000元上下 很可能是工作需要 像是外送员东奔西跑 也有人质疑 是不是钻月票漏洞 没有实名制 复制测路卡号 供多人使用 我们分析它的轨迹 跟它的时间序 大概都可以接得上来 也就是说它并没有说 怀疑是有利用我们的卡片上面 可能制造上的一些漏洞 有复制卡的情形 初步判定没有违规 不过网友也翻出 去年北捷曾经举办 寻找1280CP霸主 看谁搭乘最多次就有奖励 如今破万元的冠军一一现身 但不同的是 现在不会被表扬 随之而来的可能是 会不会被调查 记者张道友林佩杰 台北采访报道